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在币圈做一个挣钱的小韭菜 首先声明 请代表个人看法 请朋友们要独立思考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说结论吧 第一就是要看得准 第二个就是要赶中仓 第三就是要拿得住 咱们先说第一点 就是看得准 投资就是用自己的钱去验证自己的判断 说白了就是提高认知的问题 核心就是必须要自己有主见 哪怕有时候是错的 你也可以自己修正 然后积累经验 慢慢提高自己的认知 千万不要盲目停信财经媒体 或者一些财经大V他们的结论 因为财经媒体或者财经大V 他们背后都有资本的利益 都是有主观目的的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独立的 第三方媒体机构 你像在币圈热点这么多 是吧 17年的时候 比特币分叉 ICO 钱包竞争 攻略大战 到今年到这一轮就是的 今年的 DeFi NFT 然后财经媒体 他们给你推荐一大堆币 然后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 对吧 我们不可能每一大堆币 对吧 我们是来挣钱的 又不是来开锚盒的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 来尽可能的去选出在这一轮优势中 表现的比较好的标的 我自己的选择标准是安全第一 我只选择完全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目前我最大的仓位是比特币 其次是狗狗币 第二点就是要赶中仓 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大家要慎重 仅仅作为参考 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 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能力和人脉 仅仅靠工作肯定是做不到翻身的 我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 才有可能看到一点点希望 所以我自己的选择是 我一旦看好了 我就会重仓压上 在我朋友看来 他认为这就是赌博 其实一切投资 我觉得都是赌博 你想债券股票 期券合约都是赌博 甚至在我看来 清仓空仓也是赌博 赌注就是 接受这个社会给的条条框框 然后失去报复的机会 注定一辈子贫穷 是吧 大部分人并不觉得这是很重的赌注 第三就是要拿得住 在交易市场中 99%的时间都是垃圾时间 而1%的时间完成了99%的上涨 如果不长期拿入的话 就很可能错过这1%的上涨 市场上有很多划线的财经大V 他们非常受欢迎 因为摇摆不定的交易者 毕竟是占大多数的 他们根据技术去做判断的依据 每次得出的结论 要么是上涨 要么是下跌 也不排除横盘震荡的可能 你这就很让人无所适从 是吧 技术分析的漏洞就是在于 你在一个长期上涨的 趋势中 根据技术分析去做波段 这100%会卖飞的 卖飞了之后 大部分人是克服不了心理障碍 再把它接回来 你接回来的人就变成了低卖高卖 也同样是损失惨重 是吧 我现在的策略就是 选好之后 拿住不动 然后下跌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要加仓 然后上涨的时候 让腹里去奔跑 然后在牛市中 慢慢会捡一点仓 总结一下吧 就是要看得准 要改重仓 要拿得住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给大家一个帮助 好 拜拜